绿列西蜀杂实性爬虫类,体仓可达2公尺,寿命长达15年以上,近年在嘉义、高雄、屏东农田,西藏越来越多,图片嘉义县农业处提供分享。 嘉义沙市变色期泛滥,日前官方寄出发奖金,引发全民抓稀,奖金不够发的窘境,但外来种危害本土原生物种,更值得关注。 林物局将从源头管制,拟公布第二波禁止输入物种,包括南部泛滥的绿列西,维派台,东本土与种的枇杷,疏鱼等。 嘉义县水上香沙市变色系数量繁多,建府在林物局补助下,日前寄出奖励制度,抓一只给五元,民众蜂拥抢抓。 沙市变色系会对入侵的生态系造成影响,图林管处提供分享。 不只该案例,台东也寄出抓一公斤泰国礼,琵琶属于能换礼券的奖励,但奖励除害真的有用吗? 林物局说,各地林管处每年这个时节也有小花曼泽兰收购工作,每公斤可换五元。 林物局认为,许多外来种是民众野放后,导致族群数量扩大,成为外来入侵种,因此宣导教育非常重要。 林物局保育组长夏荣生说,奖励机制前不是主因,是希望透过居民共事与力量一起除掉外来害虫。 像林物局会训练子宫投入除害,花莲就密集培训子宫展开移除行动,也有受过训练的斑腿树挖子宫余故。 定时间进行移除防治。 夏荣生说,要避免外来物种威胁本土物种除后端清除,最重要是源头管制。 林物局现在正演你第二波禁止输入物种,会评估外来物种的生殖能力强弱,是否有危害等。 若评估成为入侵种几率很大,就可能会列入禁止输入名单。 外来物种绿猎其一度是很受喜欢的宠物,因气样又无停滴已成台湾生态浩洁。 真话线20西户岸到处可见绿猎西蛙的生洞记者和韵容摄影分享。